两人也快要结束了 那阶级的剧情或许就是在真正的龙圈宝藏中展开 到时候肯定又是一场大战 而李毛真或许会成为继冥帝 鬼王之后 结局中的另一位牺牲角色 不过李毛真虽死 春春运动的角色以及势力也还是强出不穷 第四季中消失已久的黑白无常 两人肯定会再次回归 这两人在第三季中就已经先主角李星云一步 实力达到了大天位初期 暗中搞小动作的巫王 在第四季中恐怕也得有真正的行动了 还有假意投赏的李四元 这个角色可是当皇帝的料 到时候肯定会有一番作为 当初第二季中李存旭被精心魔所杀 要知道在历史上李存旭可是后堂的一位皇帝 而后堂的第二位皇帝就是李四元 第三季的李四元并没有太大动作 在剧中李四元是知道不良帅真正的实力的 他面对不良帅就好比蝼蚁 因此才甘愿杀了李可用投靠不良帅 因此大帅在世的话 那李四元就不敢成帝 这是大帅绝对不会允许的 而画江户之不良人这部动漫是根据历史剧情来讲述的 因此李四元必然会当皇帝 李四元当皇帝 那就说明大帅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其实小编认为大帅是不可能被别人杀死的 很有可能是大帅的生命坚持不下去了 大帅已经活了三百多年 原因就在于吃了长生不老药 长生不老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长生不老的含义或许是延长寿命 因此大帅延长了近两百年的寿命 而现在他就要走到尽头了 李四元很有可能就是在大帅先世后才称帝的 实力太强了 他根本不可能违抗大帅 第四季节情必然会讲述李四元称帝 不过很可能跟李存旭一样